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花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塞杯秋风裂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碎杯秋风裂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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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城将军吴庆率布军三万五千 前来听命 卫军将军松立武率马军两万 报到 好 卫星太守申仪 预送仲达兄大功一件 不知足下那否 兄台何时到的 都推下 诺 我听说你重备启用 可喜可贺呀 敢问宫城之后 你就不怕再度被贬吗 怕呀 我脖子也是肉掌的 岂能不怕 那您为何还要出山呢 贪哪 兄台知道 我司马已贪功名 贪大业 整日心痒难熬 梦中都想和诸葛亮斗一高下 众达呀 卫国生死存亡进掌于你手 此时此刻你有两个选择 按愿问齐香 决问齐相 决问齐相 一者 你可拥兵自首 作示天子曹睿被擒 听其卫国灭亡 而你呢 日后可君王位 慧世绝逐天下 屠城霸业 且慢 您说什么 天子被擒 兄太快说齐二 齐二便是救天子 护朝廷 战蜀军 晋中勇 功成之后嘛 你再遭到曹真等清贵的诋毁 攻击 陷害 我选齐二 当真 兄太要送我何等大功 请讲 好 我告诉你 孟达已返 不日之后 他竟要起新城十二万大军 竟取洛阳 生擒天子献给诸葛雷 新城之洛阳路途不远 孟达可轻易得手啊 这二万大军 来 边 说 他把他说 从来 你就可以来 老子 你看 是 孟达去洛阳 诸葛亮去长安 如非足下报信 曹魏真是要王国灭种了 忠达 赶紧发兵洛阳前去救驾呀 此事赶去来不及了 那你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不向朝廷示警 免得惊动孟大 我亲率一支铁骑 兴业禁军支扑行程 亲拿叛将孟大 仲达呀 你这是要以天子为耳 擒贼建功啊 离新城还有多远 你看 好 看来孟大并无防备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父亲 父亲 前军转换木拿西石 押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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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 认得我吗 不认得 我是标记大将军司马医 天哪 你不是在五百里外的晚城吗 我自从天降野 听着 只要你肯说实话 我非但不杀你 反而会保你功名富贵 是 诸葛亮还下官 需给孟大将军送一封信 不了 好 装入贵部军中 书心何在 是 大都督 将军 孟大将军如物 禁报 魏廷已再度启用司马仪 此人奸诈多志 用兵骑轨 如果走漏消息 他必引大军 兴骑车 请将军提前举兵 脱离新城 与我会事后 共取洛阳 看来这个诸葛亮 早有遇见哪 我如果晚来半个时辰 万事皆休啊 押下去 带我查诗 诺 是你呀 来 我 亲贼先秦王 我义 派以胆大心细之人为事 进城拜见孟大 就说司马仪奉命前往洛阳觐见天子 路经此地 随行只有二子 邪护卫侍侍从庶任 由他出城相见 在下愿望 平息大鲁鲁司马仪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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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息大鲁司马仪觐见 平息大鲁司马仪觐见 自恶以稳造一样 平息大鲁司马仪规见 平息大鲁司马仪规见 臣司马仪拜见陛下 仲达呀 爱卿 快快起身 朕盼你如大汉望甘霖哪 那是何物 叛将孟达守机 出什么事了 孟达与诸葛亮暗同 准备举新城兵十二轮攻取洛阳 升勤陛下 臣得知申仪密报后 星夜兼程赶往新城 擒拿叛将孟达 陛下请看 这是诸葛亮与孟达的来往书信 天哪 如非爱卿相救 真空早丧于他命了 爱卿 你刚刚上任便见此奇功 你是天朝的功臣哪 恭喜陛下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有仲达在 诸葛亮他是必败无疑呀 仲达不但用兵如神 其耿耿忠心可照日月 名垂青史 草修佩服无敌呀 大司马过奖了 请拿叛将孟达 皆为兄派守申仪之功 听旨 受申仪为济州刺史 刺 晚成侯 臣领旨谢恩 解 爱卿 朕将两京全部兵马交付于你 朕令你带领全部军马 初战诸葛亮 日后如果有任何机密 你不必上报于朕 你可当机立断 先斩后奏 见到 reconstruction 对国皇they 封领旨 封领旨 两位 正着 bist 十二位 此际 蜀军犯境以来 夏侯驸马出败 大司马曹修再败 大将军曹针三败 此三番败阵下来 朝廷已损失了几十万兵马 丢失城池十七八座 更要紧的是 京城人心动摇 百官卫敌 朝廷已有前都之意了 不过我可以证告各位 卫军之败到此为止 蜀军之败 由此开始 如果大都督早血挂水 诸葛亮何以掺狂 我就定能胜他 将军此言诧异 如果没有曹修等三人的战败 我们就不会有今后的胜利 曹修等人的战败 消耗了诸葛亮 大量的乾梁军马 特别是石坚 他们深入我魏晋 五月有余 兵封已挫 已成强弩之末 诸葛亮的粮草 军械的供给 已经供应不足 而他们入我魏晋作战 每一粮 一剑 都要从汗中运出 这样 我们就占尽了天时和地利 这就是我们决定胜利的先计 我要是诸葛亮的话 我就出一道骑兵 入此无辜 川秦岭 竟去畅岸 这诸葛亮要这样用兵的话 中原一半就是他的了 可惜呀 诸葛亮啊 平生谨慎 所以呀 他只有稳扎稳的 步步为营 不求速生 只求百战不待耳 大都督 我们该如何用兵啊 隆溪已难 属军侧疑 有一个地铃叫 接听 他恶守汗中咽喉 是蜀军的梁道所在 只要我们能够抢占皆庭 就遏制住了蜀军的梁道 十日内 蜀军必会撤兵 如果诸葛亮还不撤兵 那我军就分不在 各处险要口 坚守不战 一个月之内 隆溪的几十万蜀兵 就会饿死 哎 贤帝 若是早用重答的话 殿下早就大定了 大都督 我愿率领两万军马 习取皆庭 此义非将军不可 请将军率两万士兵前往 我自引大军随后 遵命 报 禀丞相 草润重新启用司马懿 拜为西征大都督 中原各部卫军 全由司马懿掌握 报 丞相 不好了 上用拜兵来报 司马懿已经知道了 孟达叛乱的事情 现已将其斩首 孟达所有的部下 已经归降司马懿了 禀丞相 司马懿已经拜张和 为先锋大将军 及各路大军四十八万 现已挥时袭进 孟达岂是不密 反应迟钝 才招致此祸 司马懿奸诈多指 极善用品 他才是我的大敌呀 终为判断一下 司马懿进军之后 会攻去哪里啊 杰廷 他定会攻去杰廷 他定会攻去杰廷 断我咽喉要道 杏家 你们谁能赢军 拘手杰廷啊 丞相 在下愿守接庭 有茶 接庭虽小 却干系极大 一旦失守 我军大势皆去啊 马素愿立军令状 如果接庭失守 请斩我头 你知道吗 接庭没有城池 那里义功难守 我自幼饱读兵书 破通兵法 幼蒙 献上教诲多年 岂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接庭 司马依之才不下于草草 张和又是天下名将 你 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修道司马依张和 就是草草从坟墓里爬出来 我也不惧 丞相 请收命吧 我马氏祖先 皆汉氏忠臣 术发入沙场 马阁国失还 壮烈千秋 并丞相 在下早就想领兵征战了 请丞相赐给我一个 告慰先祖的机会 丞相 我看马肃报国之心极壮 丞相 你就允了他吧 好吧 我给你两万五千精兵 再加上将一员 助你前去 谢丞相 谢丞相 王平 在 我命你为副将 驻马肃镇守接庭 末将领命 王平啊 马肃多知 你生平谨慎 你二人相互辅佐 定能见过 记住 到接庭之后 当在五路总口 当道下宅 令魏军急切不能偷过 扎营之后 立即画四之八道行事图 送予我看 你二人如果能保接庭 一跃无虞 便是去长安的第一宫 遵命 请 高祥 在 接庭东北有一座城池 名叫列柳城 你引军一万前去驻扎 如果接庭有任何危急 你可引兵相敬 诺 魏妍娜 在 你领本部兵马 前去接庭之后驻扎 如接庭有难 你即可接应 丞相 我是先锋将军 为何不让我率军攻去长安 却让我干些接应的贤差呀 你知道接庭之后是什么地方吗 杨平关 接庭恶我军咽喉 杨平关恶汉中咽喉 那里是北伐胜败的关键所在 你岂能小事啊 你如能保杨平关一跃 此功便在马速之上 日后我定让你引领大军攻取长安 遵命 子龙啊 在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啊 丞相 你今日为何如此多虑啊 我也跟你征战二十几年了 从来没见过你像今天这样 我从未与司马遗交战过 可是长久以来 他藏于暗处 我高居明处 他对我 可谓是了如指掌 而我对他却是一知半解 你 子龙啊 你和邓芝各营义军 出旗鼓做移兵 如遇司马遗大军 战或不战 皆有拟定 你只要让司马遗胆战心惊就行了 领命 那将军 帘先 前面就是阶庭了 丞相过于谨慎了 一小小关爱 区区皆停 手他一跃 又何难载 不管怎么样 在下于见 我们还是谨遵丞相之命 在五路总口处下寨 多派军士伐木扎营 一途长久之际 不然 路口下寨无嫌可疑 倘若卫兵抢占山头居高临下 我军岂不危在 那参军的意思是 你看 那儿就坐山头 山上临木极广 乃天赐之险 不如就在山上屯军 那是一座孤山哪 四面皆无山岭相连 倘若卫军昼至四面围攻 我军可就没有退路了 将军此言差矣 孙子兵法云 平高势下势如破竹 我军居山上卫军居下 他们胆敢来宫 我只需万简齐发牧石滚下 定叫卫兵 片甲无悔 但如果卫军为而不攻怎么办 数日之后 我军粮草断绝 将会不战自乱哪 孙子兵法云 至之死地而后生 将军领兵征战多年 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我军一旦粮草断绝 将士们必将奋起死战 以一当百 安能不胜 残军 这兵法所言并非都对啊 王将军 丞相每次统兵征战 都带着我 丞相欲失不绝时 常捶熏于我 莫非将军想要抗命 我 在下奉命 这就对了 大军即刻上山扎营 参军 在下的意思是说 你带两万大军在山上扎营 我用五千军士在山下立寨 你我之间形成鸡脚之势 倘若卫兵来袭 也好有个照应 那你就带着本部兵马下山立寨吧 带我击退卫军 丞相面前 你可分不得功 驾 我 不好 蜀军已经占领了接庭要道 将军 此处离蜀军太近 强弩都可以射到了 还是请将军回营吧 临阵交战跪在知己之彼 不深入贪营 如何看清蜀军阵势 成据 我们已经被蜀军发现了 不必慌张 敌军不多 你们先回去 把蜀军引开 诺 我再观察片刻 走 走 走 父亲 父亲 退下 军中只有将士 无父子 走 禀大都督 末将奉命前往接庭打探 发现蜀军已经占领了接庭要道 对 对 朱葛亮真是神奇妙算 高我一头啊 看来上天不与我建功的机会啊 大都督为何自博自探 末将认为接庭唾手可得 司马昭 你从军不久为何处此扮演 禀大都督 末将曾逼近敌营仔细看过 接庭无狗当道主 只有一座军营兵不过五千 而蜀军大营全扎在 接庭东面的石山上 只要我大军围攻 必能夺取 蜀军居高临下 俯视四面 我军只能养攻 事倍功半 取他怎能不难 末将曾绕山一周 发现那是一座孤山 山随高却孤立无援 一旦被围便无路可逃 更要紧的是 那山离河流很远取水不易 就算山上有泉水 也不足大军引用 大都督请想 一旦断了他们的水源 他们能支撑几日 司马昭 带我前去观察 不行 大都督 难道你连我都信不过吗 我不是信不过你 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司马昭 司马昭 这情形你可仔细探查过 而当时离蜀军后队 只有一箭之地 看得一清二楚 传令 全军立即拔营西进 以迅雷不羁掩耳之势 为主接听蜀军 遵命 原来 蜀兵果然囤积山上 真乃天赐我建功啊 统领将军是谁 马梁之地蜀参军马肃 传言说他跟随诸葛亮多年 深知兵法逃命 我不信任何人 只看他如何行事 从这个马肃不振来看 徒有虚命 诸葛亮敢用此人为将 岂有不败 看来诸葛亮办事英明 也要毁于此人了 接亭左右还有蜀军吗 实力开外 是王平的应战 兵不过五千 本都谢你了 司马赵 传命 张和领军一万 攻打王平营寨 我自统大军围山 告诉诸位将军 只需维尔不攻 只要断旗水道 击鼓呐喊 扰敌军心即可 遵命 三五日后 马肃军乱 倾立宫山 赎尽 守信 赎尽 赎尽 三军 我们已经被卫军团围困 看上去卫军大概有十万兵马 区区十万的 你军就把你下成这个样子 当年我虽丞相持币大战 早遭八十三万大军 还不是不堪一击 且让他们在山下鼓噪吧 但正不过后 敌军露出皮态 我军在一鼓作气冲下山去 胡泰山激凌 定将敌军片甲为误违 敌军主帅是谁 从喊声听来 是大肚肚司马仪 参军 司马仪不会轻身到此 定是敌军假借其名虚张声势罢了 坚守不诈 诺 姜伟啊 魏严到杨平关没有啊 快马来信 说是到了 这劫庭那边 为何迟迟没有马速的消息啊 劫庭本无营寨 王平和马速到了以后 需要献扎营寨 这需要时间 可是末将认为 他们扎完营寨以后 一定会派人向丞相禀报的 丞丞相 王平将军派人送信来了 信呢 这是王平将军绘制的地图 请丞相过目 素拿来我看 诺 这 是 马速无能啊 献我大军入绝境啊 丞相怎么了 马速竟然把大寨 安在孤山之上 向居高临下击破来犯之底 你看 这是王平所惠之途 此事 离河流甚远 魏军如果来袭 只需为而不攻断我水源 两日之内我军避乱哪 丞相 末将愿出手接亭 替回马速 来不及了 此处离接亭至少有三百多里路 将为 立刻传我三道军令 第一 便关心张包各有军三千 沿武功小路而行 如意敌军不可立战 只需击鼓呐喊 待敌军撤退之后 直往杨平关接应未严 第二 让张义率军修理剑阁道 准备三军撤回汉州 第三 让子龙将军速速回营 他现在的处境危险至极 诺 慢 重复我停 令关心张包各已三千人 沿武功小路直上 如意敌军不可立战 等敌军退后 前往杨平关接应未严将军 令张义修理剑阁道 等待三军撤回汉州 令子龙将军速速回营 去吧 丞相 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如果我们的大军一旦撤退 那北马可就功亏一篑了 只怕会更严重啊 我各处兵马 如果能安然撤退 就已经不错了 速去传令吧 诺 陛下 我识人不明 诺成大错呀 都怎么了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起来 给我起来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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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将军 山上没有水源 各营都断水了 弟兄们 看看难耐 怎么可能 山有多高 水就有多高 那是在南方 北方本来少雨 此山又乱石居多 哪有水源啊 立即组织人马 冲下山取水 事过了 驾驶们冲到山腰 便被乱剑射回 再冲 尚军 会已经开始攻杀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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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伯玥 说吧 事情果然不出丞相所聊 司马懿亲自带了十五万人 到达了接亭 兵分三路 张河围攻接亭 徐皇猛攻杨平关 司马昭围着赵云大 目前双方正在激战 胜负不明 胜负已明了 你派人传命 令南安 天水 安定三军的军民官吏 心也前往汉中 再点五千精兵 黎明随我出发 丞相 大营里的士兵 都已经奉命派出去了 所剩的不到五千人 还剩多少啊 除了三百甲师以外 老弱病残加在一起 两千总有八 全部召集起来 随我去往西城 什么 西城 丞相 西城是个小县 你干吗要去那儿啊 截亭失县后 我军粮道已断 南归之前 汉中的粮草又接济不上 只剩西城十万弹军粮 无论如何要抢运出来 可是丞相 西城矮小残破 如果魏军追过来的话 断难把守 你身系属汉安卫 怎么能身陷险境呢 不如你先撤回到汉中去 由末将去西城 陛下把举国大军交付于我 如今大军未还 我作为统帅 怎能抽身先退呢 不称 丞相 按我军令行事 去吧 诺 快点 快点 快 抓紧 董董快点 是 听着 你把城东百姓都征集起来 如果在天黑之前 不能把粮食运出城 北伐大军就回不得数 闪开 诺 都给我闪开 羽翼 承想不好了 魏军来袭 你到城东二十里出了 有多少兵马 同兵将军是谁 烟臣连绵一眼望不到尽头啊 至少有几万兵马 提前军在大道上 应有四马二字 四马一 诺 城中现在还有多少兵马 我们带来两千毕子 可是其中大部分都出城运粮了 此刻并不足千 丞相 我们赶紧撤退吧 四马一必率铁骑 我们如何能快得过他呀 丞相 西城城还高不过三尺 我们并不足千 如何守得住啊 别人 去 走 传命 把所有荆棋都逆藏起来 割出城门大开 美门用三五士兵办成百姓打扫街道 不得随便出入 更不得大声喧哗 为领遮斩 丞相 我的骨瓷呢 在车上 立刻驱来 诺 Zither Harp 大梦放倦 上船依旧 孤战长生 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渐点平生之 未愁 不得随便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 风流 不得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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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随便